要做好防臺措施 在交通安全的方面 臺鐵今天會在東臺灣 軌道加裝監視器 結合AI即時監測路線 有狀況能夠自動告警 而公路局則是預估明天起 東半部路廊將會首當其衝 會派員派駐巡查 而各港口的漁船 從今天開始都已經陸續返航了 有船東就說 很久沒有遇到這麼大的颱風來襲 預估這一整個星期 都無法到海外作業 外籍漁工將船上物品搬下後 開始用纜繩固定船身 基隆八斗子漁港 在中午過後陸續有漁船返港 船東說這次颱風陸進 可能是西北台 又適逢大潮 估計需要花兩天時間 來進行防臺準備 目前看來到週末 都無法再出海作業 擔心風強雨大 吊車出動到基隆市港區旁 這塊大型帆布廣告旁 部分先折起 再用繩索綁牢 而可能會被暴風圈 籠罩的台北市 上午也開始清淤 和修剪路數相關防臺準備 針對一些高風險的樹木 的部分 我們都會持續觀察跟追蹤 然後有必要是 我們也會來做一些樹木 減重修剪 颱風即將進逼 迎風面的台東縣 是國內落離第四大產區 正在結果 農民擔心風太大 會缺落果實 一早趕快到果園 採收成熟的果實 其實若裡它很重嘛 那如果風太大 它一吹啊 它其實果餅這邊 就很容易斷 然後就會落果 隨著東部海面風浪 逐漸增強 往返離島的克倫業者 二十二號開除七個船班 把綠島蘭嶼 兩千多名遊客送回本島 而在宜蘭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園區宣布 因應颱風來襲 二十三號下午兩點起 將預警性修緣 區內八條步道 也會同步封閉 將部長李孟燕 下午視察防臺準備 對於首當其衝的東台灣 除了公路系統外 也要求台鐵嚴加戒備 公路局預估 二十三號起颱風就會影響東部路廊 首波警戒路段有北橫公路 中橫公路宜蘭支線 中橫公路與蘇花公路等 公路局將派員駐點定時巡查 機動調整現場的管制作業 記者綜合報導